最近回家老是能聞到桂花香 那自然不能辜負了 先泡一壺綠茶 加入白糖 攪拌至融化 木薯粉用泡好的茶水揉成光滑的麵糰 第二次加木薯粉的时候加入一点桂花缸 用之前教你们的小技巧 一样 刮 双瓶奶粉加入清水 牛奶 煮至沸腾倒入王力等待凝固 煮着煮着就会变得透明 过一下凉水 泡出来 加入点蜂蜜搅拌搅拌 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吃了 浓浓的桂花香甜丝丝的 也可以像我这样子咬一点放到双瓶奶上 浓浓香气的桂花芋圆 你要不要也来试一试 来吧 谢谢 中文字幕——YK